凡是陀螺心所在的位置呢 都是你的功课 如果说你今年要生小孩 今年所有的陀螺心都在子女宫 你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 流年子女宫哦 是只为破均的 小孩子啊 如果他是皇帝 那你就是健卑 那这个孩子呢 会相对啊 会比较娇重一点 会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那你应该要怎么办呢 所有的解决方法都在对公 大家好 今年是贾成年 贾成年是隆年 隆年生隆子 这一直都是传统 大家很爱的一件事情 现在少子化 但是我们的每年的隆年啊 出生率都还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所以大家都没有想过说啊 你在隆年生小孩啊 你的孩子对手都会比较多 对不对 考试要干嘛 虽然说现在是少子化的状况 不过呢 我们先来聊一下 很特别的是啊 今年的隆年呢 所有的人 你的子女宫都会有一颗陀螺心 指挥初阶班 正式开班呢 我们是唯一啊 有得到 劳动局 人才培训机构认证的教学机构 课程内容包含教学方式 都是非常严谨 有结构的 从基础的原理 带你可以自己掌握指挥投资 我们有完整的一个助教团 陪着你一起半读 陪着你一起做作业 陪着你一起做笔记 在美国的学生呢 因为有时差的关系 我们也会配美国的助教给你 所有上课的课程内容呢 我们影片都会保留 你都可以做课后的夫妻 并且呢 我们会组建一个讨论群 有什么问题呢 你也可以放在群里面 老师也会回应 我们有完整的教材 对于命理有兴趣的朋友 你希望很完整的呢 学会指挥投资 甚至你已经开业很久了 别的迷失客人只要走进门 他大概就知道他要问什么了 甚至连圣诊八字都不需要 这些高阶的技巧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通通都有 即将开课了 让大家来报名 凡是陀螺心所在的位置呢 都是你的功课 如果是本命的工位呢 那这是你一辈子的功课 比如说你本命的陀螺在夫妻公 感情是你一辈子的功课 那如果是流年呢 外界环境对你的影响 所以呢 今年呢 大家都会有跟子女啊 有关系的这种功课要做 那当然就要看啊 你的子女或什么 比如你有小孩 那跟小孩子亲子关系 比如说你没有小孩 但是你有房子 而你在外地买房子 都会买到风水不好的 或是那个 你容易买的东西 会出问题 会让你破财 比如你的车啊 你的什么 就看里面心要是什么 每个人在这个子女上面 今年都有功课要做 不过呢 我们先来聊一下 因为我相信今年一定 很多人会生小孩 或是很多人去年一直很努力 叫他老公赶快努力 或是叫他老婆赶快配合 希望要在今年生小孩 因为龙年会比较好 虽然我真的要跟大家讲 十二生小啊 这个龙年生龙子这种事情 这就迷信了 那既然大家今年很容易生小孩呢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今年今年 当你准备要生小孩了 然后呢 你的陀螺心呢 刚好在子女宫的时候呢 你该要注意什么事情 小孩一出生 你的功课到底是什么 斗数呢 基本上会有六张基本盘 然后一阵一反拆成十二张 那我们就依照这十二张呢 陆续来告诉大家 今年你要担心什么事情 首先呢 如果今年呢 你的子女宫 流年子女宫哦 是子威破君的 然后补克陀星在那边 那表现什么呢 我们常说啊 小孩子啊 小孩子啊 如果他是皇帝 那你就是健卑 你把他当皇帝养 那你就要卑躬屈膝 子威的孩子 加上旁边是破君 想当然而啊 他是一个尊贵 而且有梦想的小孩 旁边还有一颗陀螺心放在那边 这表示什么 表示你同时也希望说 你的孩子要很听话 然后呢 那个看到你呢 就要那个非常惨媚的上来抱你 但是这件事情 造成你跟他之间 很纠结 有个陀螺在 有功课 那所以表示说呢 如果说你的子女宫这个样子 而你刚好今年呢 会生小孩的话 那这个孩子呢 坦白说会相对啊 会比较焦重一点 会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那你跟他怎么办呢 所有的解决方法都在对公 子威破君的对公是什么 是天象 所以呢 要怎么办呢 要有技巧的制定 你跟他制定的规则 或者是说 很懂得啊 怎么样啊 去跟他沟通 你说老师 我还是四月要出生 那个他到 有意识状态可以跟我沟通 可能要到五个月 那我怎么跟一个 几个月的小孩子沟通呢 这个建议大家 去多看一下这些 母婴的这种YouTuber 他会告诉你说 其实小孩子啊 在一月以后啊 他就会有意识 那你就可以跟他对应了 所以呢 要跟他制定好规则 那同样的 如果说呢 你的子女公司天象的话 那也就表示说啊 你会有一些 自己对孩子的 这种规则跟看法 要他照着你一直做 但是呢 他不见得愿意 因为他在对面 他正在直迫 所以呢 会造成你们的问题 那你要有规矩跟看法 要怎么样应对他呢 我会建议啊 你就是把他捧在手心里面 那他就会听话了 他倒不至于像指迫的 在子女公司那一柱 他就是比较矫重 所以呢 你捧着他也不太有用 因为同时间 你自己希望跟他捧着你 所以呢 在这组上面呢 如果说你今年的 子女公司这组的话 那要这样子去对待孩子 才可以把这个功课解决掉 再来 如果呢 你是天同巨门的这一柱 天同巨门这一柱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啊 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所以你的孩子啊 如果你在今年出生的话 很容易呢 你就发现 他会有各种各种 自己的无由来的情绪 你可能会想说 老师那刚刚那个指迫的 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自尊吗 有自尊的小孩很简单 你就哄他就好了 可是有情绪的小孩子呢 那就不一定了 你哄他可能也没用 再加上那个陀螺心 然后你自己呢 尤其是妈妈 如果是这一组的话 今年比较容易 有这种残后忧郁症 尤其如果你还有仓渠在里面的话 你就很痛苦哦 你吃很多情绪哦 为什么要生你 为什么要为你这个样子 那个贱男人 你除了社稷你到底还会干嘛 有没有 都不来顾小孩的 各种各种情绪 那这时候要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我会建议啊 如果是妈妈这个盘 爸爸要多帮忙 如果是爸爸这个盘 那不要让爸爸带小孩 妈妈可能辛苦一点 总之呢 如果你是这个盘的话 我会建议说 看看家中有没有人可以支援 尽可能来帮你 今年去面对孩子 那对孩子的时候呢 尽可能去看他美好的那一面 然后不要去想情绪上的事情 这个位置呢 也有可能是空宫 对宫是天同跟巨门 如果是这一组的话呢 情绪还是会有 可是这一组的妈妈 或是这组的爸爸 他对外看起来都还是 对孩子是很不错的 可是这组的最大问题是 孩子跟你呢 都有那种 不被人了解的那种心情 孩子觉得你不了解他 然后你也觉得 年轻没有被人家了解 所以这组我会建议说 你可能不需要人家帮你带小孩 可是你要多愿意跟别人分享 你跟孩子之间的感情 那对孩子来讲呢 我会建议啊 你可以多带他去认识朋友 比如说老师 他三个月认识朋友 不对 我跟大家讲过了 小孩子一月 他就开始有意识 多让他接触人群 对他来讲是有好处的 然后再来呢 日月同工 日月同工这一组呢 当然最基本的情况就是 一下向太阳 一下向太阴 对不对 所以殷勤不定呢 是你的功课 那同样你自己会殷勤不定 那我们是大人的 所以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呢 尽可能把太阴心拿出来 然后呢 细心的对待他 那我们跟孩子之间啊 所有六星公园都是这样子 他是相对等的 所以说 当你把太阴心拿出来 给他看的时候 那放心 他不会把太阳拿出来给你看 他也就会把太阴心拿出来给你看 彼此就会温柔的对待了 那同样这个组合里面呢 如果他有仓取心同工的话 也要注意自己容易有肠和忧郁症 那这个组合呢 你有可能空工 然后对公是日月的 那对公是日月的呢 那一组呢 太阳在望位 所以这一组呢 爸爸妈妈很容易啊 就会希望说孩子啊 要听你的话 因为你是太阳嘛 对不对 问题来了 孩子他也是太阳 这时候怎么办呢 方案一 那你一样就用太阳对付他 方案二 当他在心情好的时候 在用太阳面对他 因为他是日月嘛 所以他会有太阳的部分 当他乖顺的时候啊 快要睡早的时候啊 再开始告诉他说 那你要怎么样啊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 那当他你觉得开始觉得那种 他情绪不稳定啊 一下这样一下这样的时候啊 先忘记这件事情 因为你可能也是这个样子 再来 午贪的这一组 午贪的这一组呢 坦白说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务实而且可爱 他有无学的务实 坦朗的可爱 但是孩子有陀螺心在 这时候怎么办 这表示说 你可能需要多花一点钱 当然有仓取的时候啊 也是要注意 妈妈可能会有点 常会忧郁 那这个孩子呢 可能会需要多一点点的钱 去养他 这个多一点点钱 我表示什么 表示说他会需要你买很多东西啊 让他玩啊 然后大家出去玩啊 或是让他有丰富的生活 那他就会变成是很乖的小孩 很好教的小孩 那这组比较简单呢 这组即使是空工 对公是无贪的 也是这样子对付他就好了 毕竟是无曲啊 他香水没有那么复杂的情绪跟心情 再来天府心 我们常说天府心啊 在任何工位啊 差不多是好老婆跟好小孩 所以呢 在子女工 当然也就表示呢 这个孩子呢 基本上啊 还不错 聪明 长得帅 人缘好 但是呢 他也是有点自己的想法 那这组对公 一定是连成其上 这个孩子呢 从小啊 可能在一两个月左右 就开始发现啊 他是非常有主见的小孩 但他相对来讲呢 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情绪 我们会建议啊 这组孩子啊 你会很早就会觉得说 他有自己想法的时候呢 你可以试着让他 譬如说你到底喝羊奶 还是喝醇牛奶 你到底是要泡的 还是要妈妈的 呢 你看他自己选 他自己会有种选择 他自己会有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大概自到六个月以后 开始可以跟你比手画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他其实可以沟通 而产生一些跟你的相处 那如果是连真呢 连真其实啊 对公是天府呢 那这也表示说啊 他会比天府心的呢 更有自己的想法 比较大的问题会是在 他开始有自己的所有权益事的时候 那你就很难去恨动他 譬如说他开始知道说 哦 这个嘴嘴是我的 哦 这个娃娃是我的 那你就要注意那个东西 要让他为他所有 千万不要那个 跟他讲说说 你这个娃娃要不要借谁玩啊 这样子 那个他没办法接受 好 最后一组 天良心 这组呢 有很大的特色 如果呢 你的子女公是天良心 而且你还是天良化路的 通常啦 通常你这个孩子呢 很可能啊 是求来的 不管你跟哪个神明秋 很可能还是求来的 那这样子孩子 正常的状况来说吧 他都是来报恩的 然后呢 都是还不错的小孩 唯独要注意的呢 是因为他对公是天机星 从小他就很聪明 会很多自己的想法 太小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觉得 他不好管控 可是 他是相对这几组里面 你会觉得个性算成熟的了 那如果是天机星 对公是天良的 尤其是化路的 那这个孩子呢 基本上带财 也是为整个家族带财的 那但是天机星 碰到陀螺心之后 当然也是一个 你需要多花点脑筋 去跟他相处的孩子 然后并且呢 要让他可以 有很多很多学习的机会 那这个孩子呢 通常会让你觉得是 非常的懂事啊 体贴的小孩 所以以上呢 这是12张盘呢 如果说你今年要生小孩 然后呢 今年所有的陀螺心 都在资女公 然后你在对你的流年盘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 谢谢大家